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同之处 或者他们的一统在什么地方 这些功课呢 其实大家在网上可以进行 在知乎上也好 或者是在百度上也好 你是查一下 查一下什么东西 查一下 比如说法国哲学 法国有什么样的法国哲学家 然后他们的主要代表的观点是什么 还有法国哲学所擅长的领域在什么地方 比如关于灵魂的认知等等系列的法国哲学比较擅长 你说我是无神论者 没关系 你去体验一下 或者去看下别人是说什么东西 然后回过来 你说他说的不对 这样可以吗 对不对 好好 我们可以接着讲 今天第一次系列之一 我们就讲一下导演 导演对存在的探索 萨特有本书 是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存在与虚无 当然之前我们讲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还是三连书店 然后三连书店出版的 陈宣良比义 杜小真孝 这本书就是记得好不好 我之后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评判是怎么样的 反正但是后后这样很厚的一本 我相信因为三连书店 我之前就看过有几个版本的 我都用它的这个书店的版本还不错 我还是声明一点 我不是卖书的 只不过就诗论诗而已 翻译的好就好 翻译的不好就一般 或者一般就一般 我们就用这个版本来讲一下 萨特的这本《存在与虚无》 近代思想把存在物还原为 一系列显露存在物的显像 显像是什么意思 一个苹果放在桌子 你记不记得海德格尔的哲学 一个苹果放在桌子上 我们假设它是一个存在物 你说存在物 它肯定是存在物 然后它的显像是什么呢 显露出来的部分 它是红色的 它是圆形的 它闻着有芬芳的味道 这就是一些显像 对不对 好 我们接着看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消除某些使哲学家 陷入困境的二元论 并且用现象的一元论来代替它们 哦 你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消除某些使哲学家 陷入困境的二元论 并且用现象的一元论来取代它们 二元论什么意思呢 两个东西嘛 二元嘛 一元论就一个东西嘛 很简单的话 我们接着看 这样人们确实摆脱了 那把存在物中的内部和外表 对立起来的二元论 内部和外表 当你看见一个苹果 红色的圆圆的 闻着有芬芳的味道 这是它显露出来的一个外表 对不对 它内部呢 由这个外表 我们推导 假设 推导 推导这个苹果 是存在一个质量的 这是其一 推导这个苹果 可能内部的分子结构 是怎么样的 这是其二 还可以推导出 诸多的属性 所以 就是在 萨特的理论之前 人们确实 就是把存在物中的内部和外表 对立起来 然后搞成了 搞成了一套二元论 就是说 我们去观察一个东西 我们要考量它的外表 然后呢 由它的外表 推导它的内部 有些什么样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二元论 对不对 那么你说 萨特是如何摆脱 这种二元论 对 我们接着看 例如 看的话 他举了个例子 例不是 掩藏在 它的各种效应 加速度 偏差数等 背后的 位置的 形而上去的 自然倾向 而是这些 效应 总体 这什么意思呢 例不是掩藏在 它的各种效应 背后的 位置的 形而上去的 自然倾向 而是这些 效应总体 A小球 撞向B小球 B小球 移动 我们说B小球 收到了A小球的力 对不对 它伴随的一些 参数也好 或者是效应也好 有哪些参数效应呢 加速度是其中之一 大家记得 初中物理 F等于MA 力等于质量 乘以加速度 这是一个公式 然后或者是 如果是 它起初有速度的时候 它是另外一个公式 对不对 这样可以 用力来计算 它的一个 比如静止的 一个物体 然后 受到力以后 它开始运动 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这个加速度是 它的一种 不是掩藏在 它的各种效应 背后的位置 形而上去的 自然倾向 而是这些 效应的总体 就是说 有了力 然后它伴随了 就有加速度 是这些效应的总体 是这些效应的总体 这样讲 大家是否明白 一个力 就对应着 一个加速度 对不对 对应着 一个偏差数 所以说 在萨特 这个地方说 力 是这些 效应总体 力 是这些 效应总体 好像有道理 好 我们接着看 显像返回到 整个 显像系列 而不是返回到 某个把存在物的 整个存在 吸收到自身中的 隐藏者的实在 这句话 也表达了什么意思呢 显像返回到 整个显像系列 这句话比较好理解 显像吧 一个苹果 就是一个显像 它返回到 整个显像系列 而不是返回到 某个把存在物 存在物 这个苹果的 整个存在 吸收到自身中的 隐藏者的实在 自身 这个苹果自身 中的 隐藏者的实在 它有什么实在呢 说好像 有点想不明白 这个地方 它怎么会这样说呢 整个存在 吸收到自身中的 隐藏者的实在 隐藏者的实在 大家认为 它这个地方 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刚才 我说到个例子吧 它有一个显像 对不对 然后呢 有一个内部和外表的 一个对立 对不对 它内部的东西 隐藏者的内部的东西 你说有道理 隐藏者的内部的东西 它比如说是红色的 然后是外表 对不对 它看着是圆形的 这是外表 它闻着有芬芳的味道 这也是外表 而它的内部实在呢 分子组成的 有质量等等一系列 这是内部实在 就是说这句话的 一个意思就是 就是显像 你就去看它的显像就好 然后没有 不要去管 它内部的实在 然后你说 这样的话 然后我们 如果去分析问题 我们接着看 只要人们相信 本体的实在性 就已表明了 显像是 纯粹否定的东西 大家有明白 这个意思没有 只要人们相信 本体的实在性 只要人们相信 本体的实在性 它实实在在的存在 对不对 实在性 就已表明了显像 是纯粹否定的东西 就是显像 它表达了 这个存在物的 一切的特征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些特征 可以做出任何 关于它的属性的 推导也好 等等一系列的延展 或者是描述 因为存在物的存在 恰恰是它之所显现 于是我们获得了 现象的观念 这句话就 这地方又 回到了海德格尔的 那个存在与时间 上面的一个观念 存在物的存在 就是一个现象 恰恰是它之所以显现 于是我们获得了 现象的观念 所以它有 一个现象的观念 对不对 看着一个苹果 放在桌子上 它就是一种存在 它就是一种现象 这就是一个现象的观念 现象是什么 就绝对是什么 看见没有 这是萨特的一个观念 因为它就是像 它所示的那样的 自身描述 我们能对现象 做这样的研究和描述 是因为它是 自身的绝对的表达 你说 好像有点 有点那个意思 有点那个意思 我们放弃了一个二元论 然后主张一种一元论 这是萨特的一个观念 那一元论是什么意思 一元论就是 你不要去管它的 内部和外表 这两个对立的二元论 当一个苹果放在桌子之上 你看见了 红红的 圆形的 温泽有芬芳的味道 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 这是一种现象 它也是它自身的 绝对的表达 这样讲 大家是否明白 考虑三秒钟 如果你这地方 如果没有搞清楚 然后这本书 接下来你读着 就比较费劲一些会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因为这个地方 它就是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哲学的 一种思辨的方式 如果是二元论的话 然后我们就是 做了两个对立的 两个概念 一个是比如说外表 一个是内部 当我们看到 外表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我们如何去 得到内部的信息 我们这间中间 有个过程 对不对 然后在康德这个地方 就比如说 你看见了一个苹果 红红的 圆形的 蚊子有芬芳的味道 这是一个现象 对不对 这是你在康德这个地方 是你的感性 带给你的信息 对不对 然后你通过你的知性 通过你的理性 去推行了一些 分析等等 一些类的 然后得到了 这是一个苹果 然后康德说 你得到的是 关于这个苹果的概念 和真实的这个苹果 是怎么样的 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是不是 这是康德的观念 那么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萨特这边 他提一个什么观念 他就说 我不管你到底 你是否是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内部 是什么东西 有一个所谓的外表 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什么 我只知道我 我感知的 我就看到了一个 红红的 圆形的 然后文哲有芬芳的味道 的一个东西 摆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一个现象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一切 这就是一种 一元论的 逻辑思维方式 这样讲 大家有明白没有 你说好像懂了 好 我们接着看 潜能和活动的 二元性也消失了 活动就是一切 在活动背后 既没有潜能 也没有潜在的 持久性质和效率 潜能和活动的 二元性也消失了 活动就是一切 在活动背后 既没有潜能 也没有潜在的 持久性质和效率 有道理 潜能和活动 对不对 潜能嘛 活动的二元性也消失了 活动就是一切 这个和刚才所谓的 外表和内部 其实是一个概念 只不过呢 它另外 这不能说是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它只能说是 另外一组 一组二元论的概念 潜能 就是说假设 一个苹果放在的地方 我们说它是有潜能的 它的活动呢 活动就是摆在这个桌子上 看见是红色的 圆形的 闻着有芬芳的味道 它的二元性也消失了 活动就是一切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 没有别的东西了 在活动背后 既没有潜能 也没有潜在的 持久性质和效率 还是很清晰明白的 一个观念 我们同样能否认 显像和本质的二元论 显像并不掩盖本质 它皆是本质 它就是本质 看见没有 一元论就是这么 说得我们通俗的一句话 就是 你是简单粗暴 看到的是什么 或者说 闻到的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它就是本质 存在论 不可能怀原为显露的 一个有限系列 因为任何显露 都是对一个 处在经常变动之中的 主体的关系 尽管一个对象 只是通过一个 单一的 鉴刺显现 监视自身 然而只要有 一个主体存在 这一事实 便意味着 可能出现 对这个鉴刺 显现的多种看法 这就足以把 被考察的 鉴刺显现的数目 增多到无限 这个地方 大家就要明白 一个道理了 要明白一个道理了 我们来慢慢分析 存在物不可能 还原为显露的 一个有限系列 存在物一个苹果 不可能 还原为显露的 一个有限系列 因为任何显露 都是对一个 处在经常变动之中的 主体的关系 显露 一个苹果 红色的 圆形的 文章有芬芳的味道 这是一个显露 对不对 这是对一个 经常处在 变动之中的 主体的关系 为什么是变动 之中的主体 大家有考虑过 这个问题没有 因为你在观察 这个苹果的时候 苹果不可能是绝对的 不可能是绝对的 或者说 或者说我们人类 去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 不可能有得到一个 绝对的结论 不可能说 苹果就实实在的 只有三个属性 它是红色的 它是圆形的 它闻着有芬芳的味道 你过一个小时去看一下 说不定你觉得 好像第四个属性找到了 为什么苹果的上面 有一个苹果霸 苹果霸 这是第四个属性 所以 这是一个经常 处变动之中的主体 对不对 处在经常变动之中的主体 尽管一个对象 只是通过一个 单一的见识显示 揭示自身 尽管一个对象 只是通过一个 单一的见识显示 揭示自身 为什么是 单一的见识显示呢 大家有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很简单嘛 你一次 比如说你现在 看在一个苹果 放在桌子上 你过去看了一下 红色的圆形的 蚊蚊有芬芳的味道 这是一个单一的见识显示 有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它揭示了苹果的一些属性 揭示了自身 然而只要有一个主体存在 就是我们如果把苹果 作为了一个主体来看待 那么这一事实便意味着 可能出现多 对这个见识显现 多种看法 因为有主体存在 不再是一个 一过而可以忘记 或者忽略的一个现象了 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这个苹果 现在 这一秒钟 你看见一个苹果 放在桌子之上 你说苹果是红色的 圆形的 温折有芬芳的味道 这是一个现象 对不对 这个现象 然后就过了 过去了以后 那么这个苹果还存不存在呢 萨特说 如果说你认为这个苹果还存在 就是说这个主体还存在 这一事实便意味着 可能对这个见识显现的 有多种开放 就是说你过下一秒钟 再去看这个苹果 可能你看到第四个属性 它有一个苹果爆 你再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又去看这个苹果 你可能又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苹果 称重是0.3千克 这是第五个属性 对不对 所以这地方说得非常的清晰 见词显现的多种看法 看见没有 见词显现的多种看法 这就足以把被考潮的 见词显现的数目增加到五线 这就足以把被考潮的 见词显现的数目增加到五线 说有道理 哲学是相对而言 是比较严谨的一门学科 尤其是它的用词的表达方面 用词的表达方面 很多朋友读哲学比较吃力 原因是由于 可能最开始呢 你还是要回去重温一下语文的学习 你的语文的表达 你要去看一下一些散文 或者是议论文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些文章是如何写的 或者一些书 写得好的 你多看一下 它用词比较华丽的也好 比较严谨的也好 或者词乎量比较大的一些书 你关注一下 看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你的感觉 好像有些东西 就是关于一个问题的表达 或者描述 会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然后呢 你去看哲学的这些表达里面 才不会觉得有些吃力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是 哲学的这个和那个 这个之前我的课里面 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和那个 你一定要多少功夫去感悟 就比如说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各个民族 首先第一个 各个民族它有一种特性 德国人有德国人的特性 法国人有法国人的特性 英国人有英国人的特性 包括现在美国人 或者是日本人 他们有自己的特性 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或者是理解是有 和别的民族多多少少 是有些不同的 就比如说中国的 假设是关于什么鬼魂之类的 有这样一些说法 对不对 可能在其他的民族里面 他们有些类似的说法 只能是类似的 或者有些民族 压根没有这个说法 他们有些别的 然后中国这边 有没有的说法 所以在他们的哲学表达里面 会有一些不同的词汇 或者不同的概念出现 你要去感悟一下 到底这个词汇 它表达是什么意思 感悟得出来 然后这句话读的 就没有那种问题 或者这一段话 这一篇文章 读的就没什么问题 感悟不出来 然后你就始终觉得 欠缺了一个什么东西 不知道它表达什么意思 对不对 你说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呢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的了 好 今天就讲了一点导演 然后呢 就到此结束吧 我的QQ是13184359 如果有想好探讨 学术方面 音乐方面 旅游方面 生活方面的朋友 敬请与我联系 好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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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